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解除电池舱盖锁定 打开电池舱盖 按电池舱类正负机提示放入三颗原装18650锂电池 提示 稳定器三轴锁定开关为三段式开关 可将稳定器锁定于安装或收纳自台 增稳使用时 请拨到解锁状态 安装或收纳时 请拨到锁定或锁紧状态 为增加使用或运输过程中的可靠性 请拨到锁紧状态 使用锁紧状态时 请先确保轴臂一再锁定状态再锁紧 本次安装以松下SEH相机为例 取出增高点 四分之一螺钉 将四分之一螺钉 拨入增高点 安装至相机上 并拧紧底部螺钉 取出快装板 将镜头支撑架导管 拧至快装板前端 将相机安装至快装板上 以拧紧底部螺钉 取出镜头支撑架 对应导管位置 装上镜头支撑架 以拧紧底座锁紧螺钉 调整快装板上的镜头支撑架 使其能拖住镜头 确保镜头稳固 拧紧螺钉 将安装好相机的快装板 整体安装至稳定器上 锁紧快装板 自连接控制线 根据相机型号 选择相机控制线 将控制线两端 分别连接至相机接口 与稳定器相机控制接口 此时安装完成 延长臂 您可根据使用的相机设备 将延长臂安装至横臂上 以适配更多相机镜头组合 出厂默认未安装 使用M2.5扳手 将稳定器横臂上的 四颗M3螺钉取下 使用M1.3扳手 将稳定器横臂上的 线盖固定螺钉取下 向外推出抚养轴电机 线盖 取出包装中的延长臂 安装至横臂上 取出包装中标配的 四颗M3螺钉 和横臂上取下的 四颗M3螺钉 安装至稳定器横臂上 请小心将线材整理至横臂内部 将线盖安装至横臂上 并锁紧线盖固定螺钉 接着将硅胶盖安装至横臂上 即可完成安装 调节平衡 在平衡调节之前 可先将稳定器锁定于安装姿态 然后分阶段释放各个轴的锁 方便平衡调节 解除抚养轴锁定状态 松开快装板锁紧扳手 推动相机进行前后移动 直至相机静止时 能与地面保持水平状态 即可锁紧扳手 将相机镜头朝上 稍微拧松抚养轴锁紧锁定 推动相机进行前后移动 直至相机静止时 能与地面保持接近垂直状态 即可拧紧锁定 此时抚养轴调节平衡完成 解除横滚轴锁定状态 稍微拧松横滚轴锁紧锁定 推动横臂左右移动 直至横滚静止时 能与地面保持水平状态 即可拧紧螺钉 此时横滚轴调节平衡完成 解除航向轴锁定状态 稍微拧松航向轴锁紧锁定 推动树壁 推动树壁前后移动 直至树壁静止时 能与地面保持水平状态 即可拧紧锁定 此时调节平衡完成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感谢您的观看